香港王竹坑 BullCourse 未來會賣樓 Total 賣 422 家 整個項目有詳實及港鐵發展 位於鄉業道 11 號 即是王竹坑上角 預計收樓期是 2025 年 12 月 31 號 項目分為 AB 兩期 現在賣的是 3B 期 總共兩座 配供 642 家 實用面積 452 呎 1267 呎 車位 187 個 是不夠的 正常的 因為所有港島地鐵上蓋的樓盤 所有車位都不夠的 項目有兩個副盤方式 分別是 120 天成交的職工價 總折扣是 15% 即是你臨約給 5 隻 然後 120 天之內 比上尾數 95% 那就有 15% 折扣 第二個方式是見期 是用一個超級滴滴比的方式去比 約給 5% 之後就每 60 天給 0.5% 分為 10 期 尾數那邊就去到收樓前的 14 天 給 90% 總折扣就是 11.5% 兩個款款方法 哪一個是優勢的 就一定是見期計算是優勢的 你想一下銀行那邊的利息是 4.125 你相當於是省了最起碼是半年的利息 還有你只給了 5% 然後就每 60 日滴滴給 0.5% 相對來說是輕鬆了 又不用供貴息 你去到下年或者減息 你可以供一些便宜的稍後 性價比高的 整個項目是星期五會接票 星期六會賣樓 賣422間 它分為 3 個組別 有 F 組 有 A 組 有 B 組 F 組就叫做 First Cut Family 買最起碼 5 間 最多是 8 間 很厲害 這麼有財力 當然是先選擇 所有發展商都大小超 但是你入了 F 組 A B 組就沒有離婚 之後就到 A 組那邊 最起碼你要買一間大三房 900 呎以上才叫做大三房 700 多呎那些叫做小三房 最多去買 4 間 之後是全世界都會入 B 組 入二買兩房或者三房 最多可以買兩間 但是呢 只可以買一間兩房 不論是 A 組或 B 組 第一間一定是中丑的人 你可以加名 但不可以減名 第二間就可以減名 但是你需要提供一些關係證明 例如結婚證 出世紙 國內戶口簿 寫了你們的關係 發展商為了谷票 基本上 A B 都是分別一個人可以入四張票 總共是八張 直到 4 月 1 日 總共收了 14,336 張票 這個組別上有沒有水份 將這條數除以四 簡單計算 現在是七千多張票 三張一六除四 現在市場上 至少是 1,779 個入票 未計算 現在賣是 422 個 QR 是四倍多 但一批應該賣完 現在始終是廣島樓 而且去中環也方便很多 看看高空圖 項目的優勢來說 它是最近黃竹坑下車 現在執責大概十幾秒 就可以搭車上去住公園 兩分鐘左右應該可以回家 景觀那邊 它最主要是看內圓景 或者是看街 它是用廣昌 看三邦9號和三邦遊廳會那邊 景觀算闊的 只不過比較特別一點 除了1A座的前一排 四個單位有路途之外 其他都是無路途外的 複形設計其實挺特別的 很少見 無所謂 至少它的價錢和站頭比 其實便宜了大概是三勝的 這個盤優勢就是三黃 其他盤要漂亮一點的景觀三黃 都說要三萬起步 反而這個盤大概兩萬一二 應該可以入場 真的有一個對比在這裡 所以它的三房應該蠻好賣的 你買完三房 把它擦成兩房也有數 兩房那邊應該很難抄 現時市場就存在 B組可以選擇的兩房 只有32間 即是你抽不到圖丑那圖 60名很肯定買不到兩房的 抽中的機會率很微 但三房你前兩百名都可以賣到 都是好看到時的情況 鑰匙或手工商 這個盤應該比較順利 但它整個強實的樓 通常早生都說 它是虧小檔賺的 有沒有虧到 其實沒有人知道 他說兩萬八尺的成本價 應該是計算商場 如果透過商場 我猜它的成本價應該大概兩萬二 我猜而已 因為沒有實質數字 其實這個實質數字 它也未必會公開給公眾 因為這是雙面秘密 對比現時二手的價格 其實它沒有便宜到特別多 反而我覺得 如果你想兜兜賣樓 收租賣二手 或者現時的一手 例如最晚那些 就算了 其實抽籤形式 就要嚇到抽籤 它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就是想捱個氣氛 就是整人圍圍圍 紅暗智庫都會那邊 它拍到一個很多人在排隊 很大的氣勢 對它來說在宣傳上是真的有利的 當然這對大家不太有利 對我們agent也不太有利 但對銷子也不太有利 但對銷子也不太有利 我相信它也會一副清 清完之後就等下一批 但下一批就是六百多壺 減回四百二十二壺 剩下最後一批大概二百多壺 還未賣 賣完之後 也會開一個新的奇數去賣 如果賣到的話 我相信詳實一定會繼續賣 整個遊戲規則基本上講完了 你個人覺得 看完BullCourse三張價單 你覺得發展商有沒有賣貴 歡迎留言告訴我 我是Louis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